我睡上鋪,收浴勤就睡下鋪 大學給我們自由 即使寒暑假,我都很少住在家裡 要不就和同學住在一起 要不就走去我們旅遊 因為我實在無法忍受我媽 確切來說,我不想看到我媽是一個終點工的事實 包括她穿得很廉價,穿得很醜陋 她天天只吃饅頭、稀粥 還有呢,她從來都不坐地鐵那些交通工具 永遠都是一輛老到掉牙的單車 當她在橋底被人偷了,我媽還哭了幾天 她是一個很不錯的終點工的 她同時做三、四家人,幾乎全年無憂 她經常在有錢人家裡工作 每個月收入都不低 大部分的積蓄都給我 我媽有潔癖的,總是要盯著我的衣服 哪怕髒了一點也要我脫下來洗 她還強逼我不准浪費一粒米 要將最後一點點菜 哪怕是菜湯都要喝乾喝淨 媽媽總是跟我說 我永遠不會相信一個男人的說話 就好像永遠不會相信一隻貓一樣 沒錯,我一直覺得我爸爸的職業就是一個老千 而並非他自己聲稱說的各種大生意 大二那年,有一個男人不停地打電話和發信息給我 雖然我都懶得理他,但有一次就被我媽媽發現 他這份人呢,總是有時沒事喜歡偷偷地看我手機 還有更加過分的,是那個男人告訴我 他說有個中年婦女跟蹤他,遠遠地無路空光 搞到他擔心自己遇到變態 我的嘴當然是說,你這臭小子抵你的 但我身裡其實就怕得什麼 因為,還沒有任何一個同學知道我媽媽是終點工的秘密 若然因此而洩露,那由初中開始的藝裝就要前功盡氣 我和我媽媽大喊了一場 幾乎把家裡所有東西都扔爛了 最後,就搬出了那個冰窖一樣的家 再都沒有回去 我們斷絕一切的來往 雖然,他每個月打到我戶口的生活費從來都沒有斷過 蘇玉琴是我最好的朋友 很少能夠有這樣的死檔 高中是隔壁桌 大學竟然還要和宿舍上下鋪 我選NAS大學也是受它影響 但很多年之後,我懷疑這個選擇是不是正確 我們兩個人經常形形不離 一起看電影,一起去炮圖書館,一起去行商業街 我經常送她禮物,偶然之間出手都挺貴重 包括各種電子產品 有人還說我們兩個應該是女童 既然真的這樣,其實都不錯 大四年,有個老師推薦實習的機會 那間公司是世界五百強企業 收入豐厚就不用說 若然留低就業很可能去派駐美國 能夠接觸到那些莫多克斯樓的富豪 名流 真是很多人夢珠以求的機會 我跟老師關係都挺好 畢竟我比蘇玉琴好多 她看起來更像一個大學的中文老師 而很多人私底下就稱呼我做S大學的校法 在推薦前沒多久 一夜之間,很多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說著我的秘密 她們說,原來崔善媽媽是個終點工 這個女人這麼可怕 在大家面前裝了千金小姐 又說自己爸爸是高級軍官 說謊說到臉都不紅那隻 若然不去做演員可惜 奧斯卡都可以頒給她 QQ上面,還前來了我的新八卦 說趨善勾引過高中的班主任上床 結果可想而知 沒有任何一個女生願意再跟我說話 那些男生也都用很奇怪的目光看著我 好像撕捨一頓飯就可以即時搞到我上床 原來狂追我的那個人 也都徹底斷了想法 至於洩漏秘密的這個人 只可能是蘇玉琴 讀高中的時候她應該就發現了 但她就忍著不說 一直藏在心裡 真正到有用的時候才拿出來用 原因呢 當然是不用心 妒忌了 我早就應該猜到 她不是真的想跟我一起玩 每次我們兩個出現在一班同學中間 總是她被冷落 而我被眾人捧著一手掌心 原來她很憎我 在南明高中她就憎我 恨不得我馬上死去 又或者遠遠離開她 但我每一次都很頑強地出於她身邊 我真是傻 如果是我 大概也會做出這種事吧 蘇玉琴沒有得到被推薦的機會 但她順利地留下做了個老師 看起來最符合她的氣質 至於世界五百強的工作機會 留給了一個向著老師自賤枕席的大波妹 後來被送到美國培訓 後來還嫁給那個公司的高級合夥人 據說已經住在加州 給華麗山的豪宅到了 那年的夏天 我灰溜溜地由S大學畢業 去了一間叫盛世的廣告公司 我連畢業相都沒有拍 我希望所有的同學都不記得了我 若然他們沒有一個又一個死了的話 第十章 第七十日 雖然仍然被關在空中花園 月光升起 頭頂響起了什麼聲音 露出的是世直升機的影子 底底吊著一個很大的東西 遠遠超過平時的規模 難道居然有大餐? 她猶豫地插一個袋扣 居然是臉皮 被緊緊地折疊著壓縮著 抱開來真的很大 張張皮包在身上 出乎意料地又輕又嫩 不是蠶絲皮又或者棉皮來 而是那些鵝絨皮 袋裡還有一件寬鬆的冷衣 是女色悠閒款 但是 就算戴肥婆脹 都不會嚴謹過隻 這件是一件全白的冷衣 摸起來同樣很舒服 是順樣霧的 不是那些貼的東西 這樣在秋天的夜晚就不會冷 鵝絨皮也一樣 那個霧尖雖然是多好 露天的高樓上面就不多頂用 很容易感冒 接著就凍死了 X現在不單單送食物來 還送溫暖 沒有任何比他更體貼的男人了吧 為什麼在黑夜之中投訴呢 是因為這張皮目標太大 日光日白橫月城市上空 極有可能被人發現 所以只有晚黑是安全而隱蔽 崔善穿大衣服坐在床角落那裡 底底變了乾草堆 楊墓尖還有鵝絨皮 以前他經常在家裡這樣穿 亂上雙腳 放在胸口前面 用一件大衣服 緊緊包著膝蓋和小腿 就好像裙子一樣 將人整個蓋著 天亮以後 又收到小直升機送來的早餐 還有X的錄音筆和耳機 加上一個小小的信封 一路就著麵包打開個錄音筆 崔善就聽到很嘈雜的背景聲之中 仍然是X年輕的聲音 盛世廣告是嗎? 快遞公司不是來過了嗎? 這個女人的聲音似乎在哪裡聽過 啊,是這樣的,我想問問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個叫崔善的員工 崔善?他早就不在這裏 想起來,在以前上班的廣告公司那裏 他們的前台就整天扮成這樣 特地扮到很可愛那一隻 來掩飾他成女的尷尬 呃,那他什麼時候走的? 三年前嘛,你什麼人啊?不要打擾我們做事 我是他男朋友 你? 他說聲鐘斷 後面就聽到一些很輕微的自言自語 哎呀,真是一線花拆在牛屎堆了 跟著下來的又是一片嘈雜聲 持續了大概半個小時 聽起來就好像一起坐升降 到公司樓下的港式茶餐廳那樣 啊,對了,你叫什麼名啊? 這個女人的聲音明顯變得有善了 我叫小明 哎呀,小明 哎呀,對了對了,個個班級裡面都有個小明 我在這間公司做了七年夜 連辦公桌的位都沒轉過,你明白的 唉,做來做去都是個爛鬼前台咯 那周月善又怎樣? 我看著她入公司的 那時候的大學剛畢業 啊,看起來都挺可愛的 不過呢,美女人人人都喜歡擠的 好像我這些呢,稍為搓一皮球的 多多少少,有點妒忌她的 吹善失了鐘 啊,那不稀奇啊 我對吹善太不了解了 我想知道她以前的秘密 哎呀,那你找我真是找對方 不過呢,這個女人我勸你趁早放手 啊,我猜… 啊,sorry啊,我說得直接一點 你們是不是剛剛認識了那麼多久 關係不是那麼深啊 啊,哥仔,人呢就要知道自己幾根幾兩的 她不會跟你上床的 她不會跟你上床的 聽阿姐說話沒錯的了 她跟你兩個世界 何況知道她太多秘密 她對你沒什麼好處而已 她很可怕的 差不多,是啊 又多可怕呢 超乎你想像好嗎 事實上,我很討厭她 不單單是因為她比我想像好一點點 是因為她太想獲得老闆的青來 雖然我們老闆是個女人 性取向就很正常 美女在她面前沒有任何吸引力 但吹善還要很努力啊 每晚都加班倒心 對於公司裡面每個同事 都是客客氣氣不公不敬的 啊,還有送過我朱古力的 但我什麼人啊 我一眼就看穿她那份人不簡單 她跟老闆相處得挺好的 幾次獲得公司表揚 後來呢,老闆出去應酬 也都經常帶著她的 那些客人呢 個個都對她大獻恩勤 哎呀,居然都拿了幾張大膽 哎呀,撞鬼了 那你就是說 她貼了那些有錢人身上 啊,不是啊 追善跟我們公司一個年輕人拍拖 那傢伙呢,外地的 大他三歲 在群裝房那些這樣的地方 過日晨啊 他們兩個每天都一起加班 那麼多住得近 經常坐在同一班地鐵 啊,對了 夏天幫她手 捉過一個色狼 當時就拿她的波 哎呀,這樣就漸漸混在一起了 公司裡面的男人都不知多受打擊 因為她條件最差嘛 啊,不是 是除了她的樣子之外 條件最差 哎呀,這個年輕人挺帥的 人又高 說身材又好的樣子 有點像黃曉明 哎呀,若然你打六十分呢 那他應該是六百分呢 靜一天生死八婆 崔聖林 他至今仍然單身賣淨借 就是因為他把嘴夠壞 仔細想想啦 你兩個人都有很多共同點的 話說都嫌男索女嘛 都是薄了命的工作狂 哎,從來都沒有聽他們說起自己的爸媽的 看來都是普通人家出身的 但是,他們兩個都不知多珍惜這份工 收入呢,都還算多好 關鍵是領導很想認識他們 還有升職機會 老闆在公司內部搞公開競拼 催善不知多樂力 無論人員能力和賣命的程度 幾乎他都是呼聲最高的那個 加起來造成了幾宗大生意 又安前馬後立了不少下馬功勞 咦,但沒想到這個升職的機會 最終落了一個男朋友頭上 哈哈,摺下來就後攻了 你知不知道那傢伙怎麼做 原來他接近了我們的女老闆 利用自己的形仔 加上,據說身材正 有六塊腹肌,那不… 啊,行了,不用說 咦,這個秘密 還有趨善發現並且捅出來的 他在公司內部群發了個郵件 包括他男朋友和女老闆的QQ聊天紀錄 哎呀,簡直就是文字版的四仔 那當然不用問 趨善就被人開除了 那那條小子就順利成章 成為了我們老闆的情人 他還在這間公司裡? 死了啦 就在崔善離開之後沒多久 他半夜在公司加班 據說啊,女老闆都在辦公室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啊,凌晨時候他一個人坐升級下樓 結果發生事的啊 電梯由四十樓只摺摺到底 哎呀,事得不知多慘啊 那如果呢,你想我描述一下 他條絲什麼樣子都可以的 反正呢,你應該看過那些被拍扁了的烏鷹的了 哎,夠了,不要再說,還有別的東西 啊,那也沒有啦 自此之後我都沒見過崔善 不過,看你請我吃東西的份上呢 我發個鏈折給你,加尼信呢 錄音到此為止 崔善就真的不會信 這個X叫什麼鬼是小明 他打開一起送你的這個小信封 畫下來的是一張照 拍的就是崔善,背景是雜亂的床 他的神情好像貓一樣,又好像喝醉了 現在他臉上有兩團紅韻 正面迎著鏡頭,抹開了黏黏的嘴 性感到令人不忍直視那隻 他的頸以下是沒有衣 事實上他什麼都沒有穿,直到腳趾沾 崔善把照片撕到粉碎,感覺被人摸光珠 他露出所有隱私的部位 呈現出光天化日之下的鬧屎街頭 那個女人,廣告公司前台的那個死八婆 將幾年之前在微信流傳的崔善驗照 發了給X 凡是看過這張照片的人都必須死 最後,信封裡面還夾了一張小紙 寫著X的字跡 崔善細細聲讀出來 小善,你是殺人犯 第十一章 第八十一 最近經常翻大風 在樓頂會撿到外面飄來的廢紙 有輕薄的包裝紙 貼滿油污的紙袋 還有被人用過的鬼聲惑特的紙巾 撿到過一片紙風箏 雖然斷了線 講明仍是有機會和外界溝通 躲在西邊長角落下 吹善整你所有的零零碎碎的紙張 真是堪稱洛陽紙櫃 都寫下了同一句話 救命,我在樓頂,巴比輪塔 其實鬼才知道巴比輪塔在哪兒 但沒辦法 只能寄希望於這些小小小的紙仔 樓下傳來某種樂曲聲 一下子就揉著耳朵 就好像散散流水連帶月光倒灌入的路 小時候是流行過Kenny G的 沒錯,就是這種高端而又大氣的Sexy風 她下意識地唱起了粵語的歌詞 夜難人情處響起了一缺悠悠的Sexy風 掀起了受懷於深處 姑娘多受善感的時節 S大的女生宿舍 她經常用手機播這首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而在這個秋天的夜晚 吹善輕輕嘆了口氣 將聲音鎖入了櫃桶 第二天,她又收到錄音筆了 長長的金屬好像不知道什麼 打開來就聽到一段很嘈吵的對話 《你吻麻紅妹》 這一個是一個中年婦女的聲音 吹善搜尋記憶應該是從未聽過 嗯,短短的一聲 沉悶得好像在地底飆出來一樣 果然真的是X的聲音 《你找她做什麼?》 幾年之前,我家用過她做終點工 我媽對瑪姨非常滿意 希望她可以再回來工作 願意出更高的價錢 但怎麼找都找不到她本人 這段話是幾次錄音之中聽到過X說的最長的一句 《麻紅妹》的確是我們家政公司裡面最好的終點工了 很多客人都指明道姓要請她的 什麼? 只不過你還不知道她出了事嗎? 什麼? 她死了 什麼時候的事? 已經快兩年了 《麻紅妹》主要就是在一家有錢人裡做的 那棟三層樓大別墅 雖然收入都不錯 但做得當然是累的 天天做 做十幾個小時 跟住在家的阿姨沒有什麼區別的 出事那天呢 剛好是冬接 這個主人呀 那個女主人呢 好奇怪 她呀 說叫她在三樓那裡抹槍 哎呀 那不小心跌了下來 哎呀 又是真是抵她 壞了 頭跌落地 那就斷了條頸 等到白車到那一陣 走就已經沒命了 真是意外來嗎? X沉默了很久才問 哎呀 誰知道呀 總之呢 冬至這種日子 好邪的 老天爺 是專門那天收人的 以後呢 一定要小心啊 那你知不知道 她有個女兒呀? 說 紅妹 從來沒說過她小孩呀 她說過 老公祖死了 所以等到出事之後呢 她根本找不到 可以報仇的家屬呀 後來呀 我們呀 拐彎抹角地周圍打聽才知道 她還有個獨生女 但是又打不通電話呀 直到一個月之後 麻紅妹呀 都被燒了變骨灰 那女兒呀 才跑回來處理後事 哎呀 原來在外國旅行呀 換了一部手機 唔吶把都變了 那不就打不完些時間呀 這種事 沒有打官司的嗎? 剛剛開始呢 那女兒認定麻紅妹死得很淒淒 不是什麼意外失望 她甚至乎都準備報警的呀 說要告她東家那個 什麼女主人 故意殺人呀 我也覺得有問題 但是呢 對方很爽快賠了一大筆錢呀 最後就算了 其實呢 我們家政圈呢 偶然間都會出下這種事的 搞來搞去 其實 不是也是為了錢 那 接下來 沒有誰的終點工 夠膽再去那家人那裏做事了吧 哎呀 你鋪畫法是要戒咧 只要有錢 你二個個爭著去咧 馬紅妹死了都未夠半個月 我們公司呢 又派了個終點工過去啦 後來都沒有出過什麼事啊 啊 到了今年六月呢 不是終點工出事啊 而是那家人的女主人她啊 怎樣啊 咳咳 你來看啊 我呀 哎呀真是閉不住嘴的 不應該和你說那麼多 我們呀要為客戶保守秘密的嘛 哦 那好 多謝完 再見 喂,你不是要找裝點工嗎? 我們這裡還有很多的,喂,不要急著找才行 聲音漸漸遠去,在一片噪音中消失 翠倩閉了眼睛,決定不再回答任何與之有關的問題 第十二章 第九十二 被幽閉在高樓頂上,就像山村正寺在井底一樣 每一夜都看著井口的幽光,就好像夜空之中的圓月 一直等到有人放綠帳帶才可以在電視機裡爬出來嗎? 翠倩第一次看午夜空靈,是在某一個男人的身邊,他叫做林子翠 小小的直升機飛來了,已經很久沒再捱我了 掛鉤下面的麵包量漸漸增加 除非是想要品嘗一下消耗,否則已經不再需要很辛苦地去捕獵一隻小鳥 不過,袋裡還有一部手機 iPhone X是不是要放它出去? 翠倩狂起地打開 電視是滿的,但沒有任何訊號 叫開後蓋之後,發現沒有裝到SIM卡 雖然有WLAN功能,但搜索不到任何附近的Wi-Fi 死變態,這部手機絕對不是要來逃走或者求救用 但沒有密碼,它可以使用其他所有的功能 通話記錄為零,通訊錄也是空的 短訊就只有出廠設置那兩條 但手機裡面存儲了一段視頻 吹善秉住呼吸,點開來看 屏幕之中出現了一段搖搖晃晃的鏡頭 無聲的畫面似乎是偷拍的 對準了某一個遙遠的窗 像那些小高層的酒店式公園 有個大陽台和落地窗 還不溫暖的陽光灑在精裝修的房屋裡面 也灑在林子翠的額頭 林子翠,它還在生? 記憶有點混亂 明明記得那個深夜 自己被關入這座空中監獄之前 用花瓶令林子翠的頭爆乾 不過,視頻是沒有顯示時間 也有可能是他生前錄下來 當他獨自坐在窗邊吃煙 藍色的煙霧圍繞著雙眼 目光就像霧中驚喜的飛鳥一樣 鏡頭拉得很近 對準了林子翠的左手 無名紙上除了他的分界 他沒有見過這間房 也看不到任何的照片 反而放了很多的CD 還有一整套高級的音響 他知道林子翠是古典音樂法燒友 他手邊擺著一枝法國紅酒 已經喝到面紅紅的 燃燒之中的香煙 就這樣丟在煙灰缸裡 他心事重重的閉上眼 臉那些肌肉還不是神經質的抽動了幾下 說不定他現在正在聽什麼唱片呢? 鏡頭能夠看清楚他的兩部手機 其中一部是限量定制款 表面相陷著四個字母 L、Z、C、S 只有催善知道這一行字母是什麼意思 突然之間 視頻之中的林子翠緊張地走到門後面 似乎是有人按著門鐘 他很小心地在貓眼裡向外面看 猶豫了幾秒之後 他開門 一個穿著黑色Jerky的男人走進來 林子翠恭敬地泡了一壺泡里茶 來訪的人年紀跟林子翠差不多 瘦削的臉上也頗為冷盡 他也對準那套組合音響 不知道在放什麼音樂 稍微咬頭頭 似乎有點明顯的樣子 這個人的表情含而不露 目光不時向著房間四周掃射 看起來也很自然 例如欣賞某個小擺件 又或者望望窗外的風景 反正就目光厲害 這個時候 畫面一刻 大概是為了避免被他發現吧 鏡頭轉移對著樓下 原來是在高樓上面偷拍的 就好像X正在對面看著吹扇一樣 手機視頻的最後 林子翠正在那裡送客 酒店式公寓門口停著一部黑色的轎車 不足之客坐進去開走 畫面裏面出現了車尾的牌照 這部原來是部警車來 看完這段偷拍的錄像 吹扇既經據又疑惑 這個是不是最近拍攝的呢 他繼續檢查iPhone裏面的各個角落頭 發現其實還有好幾張相片 X在對面偷拍吹扇的畫面 是用非常好的單反鏡頭 幾乎可以看得清楚他身上的每一個細節 想起來應該是兩個幾月之前 他剛剛被關在這裡沒多久的時候拍的 還有 穿著黑色小水花的連衣裙露出大半個背脊 在他靠近兩塊肩甲骨中間的位置 竟然是紋著一行細細的紋身 有一對黑色的羽翼作為背景 切著四個英文花體字母 LZCS 隨時伸手摸摸自己的背脊 這裡沒有鏡 也只有拿在對面的X的鏡頭 才能夠發現得到 現在自己真的好像一頭生畜一樣 背脊在那裡蓋了一個印章 即將等待去屠宰牆 就像林紫翠的那款定制手機 他背脊的這一行紋身也出賣了自己 最後他在iPhone手機裡面還找到一段錄音 聽到X年輕的聲音 崔善 二十六歲 巨蟹座 O型血 身高一米六六 前年冬至 你媽媽媽媽紅妹 在一戶人家做終點工的時候 意外死亡 那戶人家的男主人叫林紫翠 她的太太叫程麗君 你應該怎麼解釋 在林紫翠的手機上面 和你背後的紋身都有相同的字母 LZCS 現在可以說出你們的秘密了嗎 第十三章 第一半天 清晨X找個航母再次送來食物的同時 還有一條非常寬大的床單 翠善電著床單 打平躺在水泥地上 面對著陰沉的龍魂伸展四肢 就好像一具無形的屍體 也好像一個很容易滿足的女人一樣 撫摸著頸和胸口變小的腰肢 幾乎沒有脂肪的臀部 皮膚和神經抹煞 欲望就好像無容容的纖維滑落 走至某人的手指一樣 催善打開iPhone手機的錄音功能 想起最短暫的白袖和最漫長的黑夜之間 水槽樹影覆蓋著三層屋頂 紫海遠觀而無法觸摸 除了撩著狗的外國佬幾乎見不到任何人影 邪陽即將細去 帶著他的影子在別墅台街前爬行 再無法隱瞞下去了 他開始說出那個秘密 去年 冬至 我來到近郊的別墅區 找到這棟黑黑黑的大屋 上一年的這個時候 我媽死了 她在這家人那裡做終點工 在三樓的窗口以外墮落死亡 隔了一年 我才來到這個地方 按照本地的習俗 冬至是要祭奠死去的親人 何況 今天又是一周年的記憶 我全身黑色的 帶著石膊和冥鈔 蹦在媽媽死去的地方 就在這家有錢人的軟落之外 我用打火機點著了紙錢 化作秒秒灰盡 那些黑煙分到我流了眼淚 回憶關於媽媽的一切 看著這個別墅緊閉的大門 我看上去真的好像一個乞衣 站在西北風之中 落日燃燒待盡 我媽媽想上敲門問問我媽媽 到底是怎麼死 我右手猶豫在半空 濕魂落魄地向後退 倒著地走過鋪滿落葉的小道 背後響起了淒慘的煞車聲 腳後爭就好像刀割一樣的劇痛 我來不及尖叫 順勢就躲在花蟲竹 複字不停滑破我的面孔 當我掙扎但沒辦法爬起的時候 有一隻手拉住了我的手臂 竟然告訴我 那個男人的手是一隻右手 他指折收場有利 好熱地透過我的外套 好像手扣一樣 鎖緊了我的肌肉、骨頭和血管 我就被這隻右手扶起 他左手托著我的腰 叫我緊緊地靠著他 這個男人向我道歉 是音色順口的普通話 有電台DJ一樣的感覺 他把我扶到花壇邊邊 那部是一部黑色的Benz 車尾有S600的標誌 他是三十幾歲左右 比我高大半個頭 龍脈的眉毛底下 有一雙直接而大膽的眼睛 明明就是我喜歡的男人的眼型 真是頗為之立體 接著還有很漂亮的鼻樑和下巴 不斷噴出溫暖的呼吸 就像龍脈一樣覆蓋著我的臉龐 臉龐? 是啊 我手指輕輕地捉過我自己的臉 擦過了一絲血痕 死了 不會破傷吧 我上輩躲在他懷抱之中 裝了昏迷 就算現在和我勾癢 我絕對都不起來了 那雙手抱著我的後背和大腿 放進了寬敞的真皮座位 再將我的雙腳屈起 當他的手掌押在我的黑絲襪上的時候 從腳趾尖到大腿根部的神經 真是有如瞬間速電一樣 聽到車門關上 然後就是Benz的發動機聲 這不是我第一次坐這種車 但是就是第一次打橫躺在後排那裡 他開起來真的很安靜 轉眼又轉過了幾個彎 駕速和煞車之間的上波落波 偷偷擦開眼 隔著天窗玻璃看到冬至夜空 還有市區摩天樓的燈光 真是好像空中花園看到的世界一樣 這部Benz將我送到醫院 他將我抱在懷抱之中 直到充滿消毒藥水味的急塵室 他是一個證人君子 即使皮短裙毫無防備 我的Jacky也闖開到胸口 但是他沒有趁機嗨我有 其實我真的不會介意 我的腳踏被車輪撞到少少 淘的藥水就沒事了 可惜一隻高跟鞋就這樣報銷 至於我臉上有一道很淺的人 醫生說是不會流巴的 這位男人自始至終默默地站在那裡 最後給了所有的醫藥費 將我扶回到Benz裡面 他說自己身上的錢不夠 問我要多少賠償金 他會去ATM那裡按給我 我還是縮在後排座位那裡 有痴毛孔地把腳踏在座位那裡 問他可不可以入得保險數 聽到他說很嚴麻煩 我就從後排那裡坐起來 我靠在駕駛位那裡 吹著他耳邊 說我不要錢 我只要你陪我一雙鞋 九缸百貨可以嗎 於是半個小時後來到商場 我緊穿著一隻鞋 就好像閉腳的那樣 半邊踏著這個男人的肩膀 我用眼角的魚缸掃向那些櫃台 看到那些女店員 個個都是好羨慕好妒忌的目光 不像平時逛街地走馬觀化 我很快就選中了一隻意大利的牌子 選了一對適合行路的中跟鞋 我沒有曾經狠狠敲他一筆 埋單的時候都不夠一千元 尚不及我那對被壓爛了的高跟鞋 當他很爽快地滾卡埋單的時候 我注意到了他左手無名紙上的戒指 穿了新鞋 我故意撩住頭髮 把法師撥在他身上 同時我也自我介紹說 我叫吹喆 吹自有的吹 甘喜善的善 而他呢 就說我像吹自有和甘喜善的合體 我亦都很害羞地問了他的名字 這個男人並不直接回答 轉身就要離開 而我呢 就拉著他的手就說 要請他吃一頓飯 這裡樓上有家不錯的日本料理 我是真是肚餓 若然要走 我就真是叫人的了 說你開車撞了人 一分錢都不陪 就想要走路 於是他很無奈地 把電話號碼報給我 我趕快撥過去 果然手機響了 我注意到他有兩台手機 或者並非經常用的那台來的 我報著鞋子問他 會不會接我電話的 他就停了半步 轉轉來燒燒 然後進了通往地府的電梯 隱隱若若游這個背影 我看到了七歲那年的爸爸 繼續在商場擴了半個鐘 但是我就沒有再買任何東西 直到腹中機場滴滴了 我才下樓吃了一碗烏冬麵 小時候媽媽總是說 冬至天黑前要趕快回家 否則呢 留在外面會被些鬼拉走的 今夜我就真是很討厭回家 那裡只不過是一個單身的公寓仔 合宅的外室配著衛生間 每個月要收我兩千房租 我連續不斷地詛咒那間屋 每次都發誓下個月我一定會搬走 但我每一次都仍然要回到那張 充滿宵夜甜品味的床上睡覺 冬至之後的第二天 我被迫賣了最後一個 也都是最心愛的LV包包 終於補足了所拖欠的房租 我打了個電話給她 但她沒有接 我又發了一條短信說 喂! 只要陪我一雙鞋 還未夠的 等到午夜的時候仍然沒有回音 我發出了第二條短信 我隻腳痛得很厲害 這兩年遇到個不少騙子 但從來沒似這樣傷心過 以前 我是無所謂謂地詛咒對方 早中十八代 加上生兒子沒有屁股 死就全家產之類 第一次我眼前總會養著那臉 而且還不知道對方的名字 雖然我有她的手機和車牌 但若然她對我沒有心 即使查清楚 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就像一隻失敗的孔雀 收起尾 躲進龍島 平安夜 去年這個時候 我和某位生得很英俊的富二代是共渡 雖然我不過是她十幾個女朋友之中的一個 終於抵擋不住女朋友的微信邀約 我穿上最後一件值錢的大衣 仍然掛著那隻水晶天鵝的鏈嘴 前往參加單身聖誕派對 出門選鞋已經猶豫了很久 最終還是穿了冬至那晚 在九缸百貨那裡買到的中跟鞋 在很多的絲襪包裹著的大腿高跟鞋 和皮靴之間我落幕地採角落頭 拿著一杯 侍者送來的雞尾酒 那些貴公子 各個被那些年輕靚妹團團圍著 而我呢 就好像一個過時的怨婦 就好像那些戲裡面那樣 獨自在冷宮台街上 閒座雪原中 有個喝多了的少女看起來還很小 令人懷疑是不是高中畢業 不停搖搖搖搖坐過來我身邊 當我要起來離開的時候 她就不停捉著我的手說 你看 我這隻手牙好不好看 她戴著的是Cadia的柏金手牙 年輕的臉旁越來越光艷照人 簡直有韓聲的感覺 這個女孩說在香港賣的十二萬港幣 雖然一看就明白她是靠什麼換來這隻手牙 但我就好羞愧地縮回我自己的手腕 掩飾自己由淘寶買來的chip東西 接近紫夜時分 才有兩三個男人過來邀請我喝酒 我委婉地拒絕了 派對進行到最高潮 大家交替用英文和中文唱起友誼天場地久的時候 我接到了她打來的電話 手機顯示為Benz男 我激動地穿過了整條走廊 避免她聽到狂歡的音樂和尖叫聲 我半路幾乎跌倒了 喂 我故意把這個位拉到很長很長 想率先聽到她的聲音 Merry Christmas Thank you 好啊 你一個人 是啊 在哪裡啊 現在 接著我就報出了這裡的地址 你等我 拜拜 她色自如今地收了線 而我呢 就穿上大衣奔出這棟大樓 來到聖誕夜的街頭 刺骨的寒風吹動著我的發梢 一點感覺都沒有 反而我覺得現在整身飆汗那隻 幾部的士在我面前停下來 而我呢 笑著搖搖頭 我臉又紅又熱 剛剛的酒精和音樂 令到我看來深處有一種快感 零點過後 Benz S600停在我面前 車窗放低了 露出駕駛位裡面的面旁 她毫無表情地看著我 那種特別的眼神 令到我想起早就死了個小白 摁了一顆薄荷糖 真是屈嘴裡 我就拉開了副駕駛的車門 坐在這個男人的身邊 裝了端章地跟她說多謝 都未等我說要去哪裏 她已經不斷踩有 飛駛上聖誕爺的高架路 她說這兩天很忙 那我說男人忙 就不是壞事來的 她關心我的腳好點未 我就回答她 若然少走些路 多坐些車 或者會好得快些呢 跟著她自然就明白 不斷自己開車 駕駛過了跨江的大橋 遠方在高聳入魂的金融區 某棟大廈外長大屏幕 打著聖誕老人的圖像 再都不敢出聲 而默默地看著劍爛的光景 在車窗之內噴上一團一團的熱氣 偶然之間抬頭望望她的側面 就好像被刁索過的美好的男人的線條 她就問我 那雙鞋就不就腳啊 真是有先見之明了 我穿著這對她買給我的鞋 來參加聖誕派對 更加沒想到的是 她還記得我的名字 崔善 跟著她又問我媽媽平時叫我什麼小名 聽到媽媽這兩個字 我心裏真是怕到什麼 但我如實回答說小善咯 跟著她說她喜歡這個名字 窗外的燈光掃過 她眼裏有異樣的光 她的名叫林紫錘 樹林的林 防紫的紫 精脆的錘 林紫錘突然加速 儀錘盤已經超過150 令人的腎上線數分泌 她問了我一個問題 若然世界末日來臨 只能帶一個動物上諾亞方舟的話 又馬又老虎又恐鳥又羊 你會選哪一種 為什麼會有這麼變態的問題 我注意到她的嘴唇 越是飄得快 她越是鎮定 我想了半天選了羊 逃難的時候 還可以吃一支羊肉串 她說其實這四種動物 每一個都是代表人內心最在乎的東西 但她沒有告訴我 羊究竟是代表什麼 半個小時之後兜風結束 那一部賓士停在我家小區之外 街邊深夜食堂的日餐 還在經營著 她想要送我上去 但我拒絕了 理由是我家太小 太難 太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面對男人第一次說真話 以前 我都會吹嘴說自己住在某個高級公寓 自此始終 她都好像一個真正的紳士一樣 連我的手指尖都沒有碰過摸過 當我轉身離去的時候 我就聽到她說 小善 多謝你今晚的陪伴 突然之間 這句感謝令到我的眼框都濕了 就在眼淚水滑入我嘴唇之前 我轉過頭衝去她面前 緊緊地攬緊她的頸 狠狠地用我的嘴唇 擲著她乾裂的嘴唇 於是她的嘴角留下了口紅的印 以及我的眼淚 當我回到屋裡 趴在佈滿霜氣的冰冷窗口的時候 看到樓下慘白燈光之下的她 站在車旁 她的目光相感到好像一隻流浪貓 我就已經知道自己即將告別這個房間 第十四章 第105日 記憶就好像壞了個水喉一樣 源源不斷地送出水流 沖插著眼睛背後 那條疼痛的神經 想起冬至夜的靜安寺 難得一夜清靜 廚窗裡的奢侈品 仍然很刺牙 改變人行道上的那些樹 全部都掛著彩燈 並非是為了迎接亡靈 而是為了幾天之後的聖誕 街邊穿梭的車樓 夾帶著呼嘯的風 吹亂了她 落幕的頭髮 三年之前 吹善辭了廣告公司的第一份工作 她的嚴照 就被她的前男友散播在同時圈中 她換了很多份職業 不是難以升任 就是嫌工資低養不到自己 又或者是不堪忍受上司的性騷擾 她都應聘過壟斷國企 或者是事業單位的 但是就連面試機會都沒有 她又開了一間淘寶店 每個晚上好在阿里旺旺那裡 收入勉強只是夠給房租 偶然間還會被那些女性朋友 拖夜場那裡 在酒吧跟外國男人聊聊天 原來她們個個都喜歡吊鬼路 不過她的英語真的差得不得了 而且是頂不住她們身上濃烈的味道 何況她的目光很獨立 只需要瞄兩眼就可以看得出 她們大多數都是窮鬼來的 但是有人跟她介紹過男朋友的 四十幾歲頭就已經禁止了 還有老婆有女 哼 誰知道一眼就看中她 吹善當然拒絕她 不過她收下了這個男人的禮物 一個Lady Dior的包包 那個是她擁有的第一件真正的奢侈品 從此之後 她不停地跟各種男人見面 在高級餐廳吃飯 去香格里拉酒店的酒吧 偶然間也會去海灘度假村 和鄉村高爾夫 每一次她都可以收到禮物 最值錢的是一塊八達斐烈的女標 她會拒絕大多數男人的上床請求 偶然間有體身不錯的 那便順她心願共度良宵 她的衣櫃和她的鞋櫃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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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每隔兩三個月就清理一次 名牌包包和手錶掛在淘寶上面拍賣 或者送去二手店 足夠當月的房租和生活費 而且還可以頻繁地更活iPhone 隨時不再羨慕外企的白領禮人 當她們下班後捨去疲倦坐在酒吧裏面 露出的是過早衰老的余美文 現在的她已經懂得食薄河煙 是ESSE的姐 喝烈性的酒 但她不會醉 她用冷好的眼光去打亮著酒吧的客人 她可以準確地分辨得出 哪些是深藏不露的有錢人 哪些是窮鬼小職員走來找開心 還有走來這裡找生意做的高級計 也或者也有自己這樣的女人 那又應該用什麼名詞來形容呢 大學裡面曾經參加過話劇社團 排的第一齣戲就是曹瑜的《日出》 她演的是陳百露 她媽媽死了之後 她在律師手上拿了一把不非的賠償金 從此她拒絕了約會的邀請 即使周圍擠滿了舉著酒杯的男女 男人在嘴唇邊說著情話 她仍然會感到很孤獨 就好像周圍都是幻覺並沒有存在過那樣 一場春夢驚醒前的派對罷了 才過了半年而已 幾十萬的賠償金就被她洗完 雖然其中有一半是買了一塊墓地 據說風水好得不得了 但是呢 就在魔都的郊外 而並非鄉下的樓花河 崔瀉這輩子人都不想再回去 她很快就坐食山空 幾乎買了她櫃裡面的包包 就連百搭匪列也換錢交了房租 直到所有的銀行卡 投資欠費被銀行停了 此時此刻 回到催善的空中花園那裡 只要撿到紙張飄進來 她還會寫上 救命 我在樓頂 巴比倫塔 等到晚上起風的時候 她再將這些SOS信號帶走 甚至乎她還抓過一隻白鴿 在她的腳上綁了一個紙 摸著溫暖的羽毛 她的心臟在胸骨裡面 砰砰聲跳 很怕會不會被焗死 而她呢 最終都是把她送上天 看著她的翅膀劃破天際線 默默地為她加油 她期待著這個白鴿的主人 會來救她 你會得到驚喜的 看過一部電影 叫蕭新黑的救贖嗎 DVD外殼 是一個男人闖開衣服 平身雙手 站在針點一樣密集的夜雨自重 如果給她一把細細的工具 無論是橙 鑿還是鑽 只不過 吹善只是一把指甲鑑 是X送給她的禮物 她不時用它來修剪自己的指甲 唯獨留下了左手的手指尾 手手磨平鋒利的邊緣 或者逃跑的時候會用得著呢 錄音之後的iPhone 通過航母還了回去三天之後 隨便再一次收到這台 沒有SIM卡的手機 有條短短的視頻 很顯然是在深夜拍攝 先是頭頂的月光 再是幾棵黑黑的牆 幼幼的石樓樹影 最後是裹在白鵝絨皮裡面熟睡的自己 鏡頭幾乎緊貼著吹善 跟她一樣平躺在地面 情人對情人地面對面 這個絕對不可能是那部直升機仔拍的 很顯然是有人半夜山間來過這個空中花園 昨晚這個X是不是睡在自己身邊呢 她看過某一部西班牙的電影 有一個變態的物業管理員 她每天馬虎都前天的美女房間 無聲無聲地躺在她身邊 對方就不知不覺直到懷孕生子 隨便第一次看到自己熟睡的視頻 自己的眼皮底下是不停轉動著的 居然還發開口夢說我沒有殺人了 怎麼這麼緊接著下來呢 這個視頻突然間中斷 後面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 她很恐懼地隔了一個睡袍 檢查自己身上每一寸的肌膚 昨晚究竟自己有沒有被人侵犯過 甚至被人迷奸呢 想起早上起床的時候 有點頭暈有點惡頂 究竟自己是不是吸入了那些迷藥 因此才一點察覺都沒有 糟了 這個幾乎可以肯定 而且應該不是第一次了 那個X真的是變態 恐怕其實她一來過無數次了 從她剛剛被關入這座空中監獄開始 每個晚上都有人躺在她身邊 Iphone裡面還有一條錄音 小善,我收到你的很多求救之際 但這件事很可能會給你帶來致命危險的 外面的世界很可怕 所以你才會躲在這個安全島上 現在你必須如實告訴我 我告訴你 你和林子翠後來發生的秘密 我等你 哼哼,不用心 自己一定要尊重這個命令 否則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那個叫X的男人 他是無恐不入地掌握了他的一切 操縱著他的生死 甚至乎內心 太陽就好像X的手指觸摸到自己的額頭一樣 隨時現在開始對著錄音不講話 我錯了 我保證再也不會寫子仔求救 請你原諒我 天天坐在那看白雲 一陣像棉花糖 一陣像我家裡的那隻小狗 最後心痛的小白 真是太無聊 只能夠找些刺激的事來做 其實我不是真的想逃走的 能不能夠送一本書給我 打發寂寞的時間 隨便什麼書都行 哪怕是郭敬明的書都無所謂 多謝神 去年冬節的夜晚 我認識了一個叫林子翠的男人 我很喜歡他的眼,他的鼻,他的手指 還有他三嶺上面淡淡的煙草的香氣 我喜歡他突然間跟我傾起古典音樂 就會將藍牙耳機拐在我耳朵裡 響起天鵝湖最後的船 聖誕節之後沒多久 我將我自己的一切都給他 過元年,他就幫我租了一套高級公寓 在市中心的老屋裡 月租金都要八千 帶上個小花園 牆外面還有茂盛的甲竹圖 就好像童年住過的老宅一樣 這是我夢珠以求的家 而不僅僅是這間屋 我告訴所有的朋友 我將要遠赴雲南和西藏 準備開一間私人客棧 我獨自飛越大里 又去麗江玩了幾天 在朋友圈裡發了一些照片 接著就坐長途汽車輾轉回來 我換了手機號碼 退出微信朋友圈和微博 我的QQ號也都註銷 在我的整個世界裡 只剩下林子翠一個聯繫人 我一度渴望徹底失去記憶 或者就像我跟他說個謊一樣 我爸媽已經過了身 他們都是外地的大學老師 我從小就和親戚在這個城市長大 正在自主創業電子商務 其實 這不就是淘寶店的升級版叫法 為了斷絕和過去的所有關係 我不再留年夜長 我戒掉亂洗錢的毛病 還清了銀行的卡數 甚至乎我都沒怎麼用過他的錢 我正打細算每一筆的開銷 他說用現金是一個好習慣 不要過多依賴信用卡 我買的最貴的一件是 Christian Robertin的紅底鞋 高跟鞋其實就是女人最後的朋友 不是嗎 他總是說我戴的項鏈太便宜了 想要買一條Cadia或者Tiffany送給我 但是就被我少著拒絕 這個詩華樂世奇的天鵝嘴 其實是大學畢業前夕 我買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雖然都不值幾百元 但是在我最困難的日子裡面 看到他我就有活下去的慾望 而現在只有這枚細細的水晶 仍然忠實地陪伴在我心口這裡 但我對於林子翠說的理由就是 若然要經常更換首飾的話 你會沒有安全感的 其實這個道理 男人女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而政策身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